游牧家具的优缺点 游牧和红木是属于同一个级别的高档木材 在国内基本没有游牧 而一般的游牧木材也是由东南亚国家进口而来 那么游牧家具有什么优缺点呢 首先是优点 游牧木材含有的天然幼稚分香 舒缓紧张情绪 逆于休息和睡眠 木材文艺自然优美 木质坚定耐用 质感尽佳 能抗腐蚀抗摩擦 运行相对来说也小 比较稳定 游牧家具表面非常细致油滑 保护家具的量则 使得光亮持久 其次是缺点 价格昂贵 游牧木材等级差别大 经常被冲刺好 在负买游牧家具时 尽量挑选大厂家生产 无论是在材质上 还是工艺上都有保障 此外 使用游牧石墓家具时 要注意保养 防止蛀虫侵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